剛剛我們已經體驗過就是怎麼樣把材質叫進來 那萬一你的模型是這裡面沒有的 怎麼辦 如果你早上是摳我的那個版本的 就是我裡面已經有放幾個模型在裡面 在這邊 這裡 有沒有免費3D模型 你可以點這邊進來 我就有放一些 如果你是直接從網路上下載的也不要難過 我一定也會對你很好 所以請你往上 你找到有一個3D模型資源 點開 有沒有免費3D模型 按下去 一樣可以從這裡下載 好嗎 看你要從哪邊下載 有的就不用再下載 沒有的你就從這邊扣一下下載 解壓收是一樣的內容 那我現在這幾個是有挑過的 所以呢先讓你體驗一下 比如說我想要加進來 我們就從這邊 因為它是做室內設計嘛 所以它把外部模型做做家具 但是意思是一樣的 你就從這裡 家具裡面 它有分3種應該說4種 但是嚴格來講就是2種 一個是模型 一個是材質 文理就是我們兩個材質 那我們現在就用這個就好了 家具庫是指什麼 就是它已經有整理好的一個檔案 那你進來就是幾十個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一個一個進來 就用第一個 好 所以我就來這邊按一下插入家具 那我們呢 所以這種3D它支援 蠻常見的幾種就是 可以共通的這種3D模型的格式 包括OBJ 3DS KMD 那一般來講 大家比較常見到的主要都是 OBJ 3DS 跟DAD 你懂 可能你比較少聽過KMD KMD是用在哪裡 知道嗎 Google地球裡面 因為Google地球也可以蓋房子 對啊 也可以蓋房子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的總統服 我們的101就是這種格式 那 只要這種的就可以一樣選擇模型 你就看看你的那個放在哪裡 比如說我們的在這邊 在這裡免費3D模型 你看 我裡面有小小兵耶 去年紅的對不對 好 點到它開啟 小小兵來了 也沒有立體的 你可以在下面就自己弄一下 然後按繼續 你可以看看哪一個角度 有沒有需要調整 因為有些時候模型進來之後 它會怎麼樣 就是那個方向不對 你可以透過這個上下調整 它就可以變 就是等於說我模型進來 都可以在那邊做旋轉就對了 稍微調整一下 好 假設這個沒有問題就繼續 好 那重點來了 你看 你可以給它一個名字 再來 你要放在哪一個目錄 還記得我們剛剛模型 不是有很多目錄嗎 你可以選擇看要放在哪一邊 哪一個目錄區裡面 那它預設的高度大小就在這裡 也就是我模型 像你剛剛一樣丟進來的時候 你希望這個模型 預設丟進來就多大 就在這裡設定一下 懸空高度也是一樣 如果你希望它 這個 跟門一樣的 希望牆壁打一個小小兵的洞 醫生會把它搞給它 它碰到牆壁 牆壁就會變一個洞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我這個就不要勾喔 我這個不要勾 那我把預設大角放大一點 然後80公分好了 好繼續 完成 好你看 我們剛剛放 放進來 我是放在試驗區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試驗區 有沒有看到小小兵的 嗯 就把它丟出來吧 據說這樣小朋友晚上會比較好睡覺 是嗎 咦 怎麼不見 唉呦 唉呦嚇一跳 這樣有沒有在這裡了 如果你希望它躺在床上咧 蛤 這個模型 你看旋轉 它只能這樣轉而已 對不對 可以躺在床上嗎 你可以叫它躺平嗎 不行 所以你剛剛會進來的時候你要旋轉 我們剛剛會進來 不是有上架 有沒有那個角度啊 我再做一次你看一下 如果你真的就是模型進來的時候 它的方向不對 你就是來這邊 在選的時候呢 你要告訴它 你看我這條OBC 這裡沒有問題 在這裡 你看按這個可以旋轉 有沒有 也就是說 我現在一轉了之後 俯視圖 什麼叫俯視圖 由上往下看 這樣是不是躺平的 然後呢 右邊 我從右邊 我從右邊看它 也是平的 知道沒錯嗎 透視圖 也是平的 這樣也要齁 所以如果你要它躺平 請自己進來的時候要先旋轉 好那一樣 要不要增加到目錄這裡 如果不要你就把它扣掉就好了 那它就是什麼 只用一次的 只用一次的 它不會進到我們的那個目錄區裡面 好一樣 給它80公分 好 繼續 完成 來看一下它在哪裡 它在那邊 這樣我們就有一隻躺平的 可以了嗎 只是應該再轉一下啦 因為剛剛我發現就是應該要翻過來 不然腳頭上嘛 這個旋轉就沒關係啦 像不 它可以好好的睡一個晚上 OK 這樣會不會會進來了 那麼我們再看看其他的 大部分比較鼓勵各位的都是用OBJ比較好 因為3DS 那種格式 有時候進來的時候只有模型 它的材質沒有跟進來 那你看我們裡面還有什麼 這裡 總統府啊 總統府還有101啊 你看有沒有KMD的 所以如果你家有一個總統 那個 這樣看到齁 欸 等一下我們告訴各位 到底模型要去哪裡找啊 但是不要忘記囉 它是101 所以 你 霸王硬上風的話 你們家會破掉 人家很高喔 有沒有 所以 請你調小一點 不然你們家會有一個怪獸 來這邊 比如說我們用 你不要忘記我們樓瓜只有250公分而已 好 所以150公分 對 101就夠了 來 好進來了 你看 你看 150公分的剩巨人啊 欸 不只喔 我剛剛好像不只150 你看有沒有很大 對不對 那當然 你要自己再調整一下也可以點進來 不好意思我是射到寬度不是高度 所以高度太高900多公分 應該是這個 但是你要改之前要注意一下 要拔什麼 維持成比例書勾起來 不然的話你只改一個會怪怪的 好 這樣就是玩具啦 這樣可以接受啊 總統府也可以拿來玩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樣 應該就可以拿進來了 那 等一下呢 我們 還會會一個 大蒜麵包 開玩笑 有吃過大蒜麵包對不對 欸 插入家具可以從這邊 也可以從這裡喔 有沒有一個小角圖 這個 不是這個 抱歉抱歉 應該是在這邊而已 從這邊插入家具 好 你看我找一個大蒜麵包給你 有時候你會遇到這樣的情形 就是模型有進來但是什麼 材質沒有跟著進來 有看到麵包的雛形了嗎 可是 這種麵包不好吃對不對 欸 因為 一點都沒有皮啊 呵呵 好 那我就先照原來的這樣把叫進來 沒關係 OK這樣進來 你看 超級大的大蒜麵包 哇 但是 問題來了 請問 這樣麵包有沒有怪怪的 有對不對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那個 模型是真的有啊 在這裡 就是那個材質 真的有 你看有一張圖 大蒜麵包是這樣做的 上面都是 都是麵包對不對 那為什麼它沒有貼進來 因為有的模型會有這種情形 那所以呢 我們 怎麼辦 自己來喔 告訴他 咚咚 還記不記得我沒用過材質 欸 你來告訴他 就萬一你遇到這種情形 你就自己來指定就好了 不好意思 沒有在你裡面我自己加進來 那你就找到剛剛那張圖 剛剛那張圖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如果你的視窗都看得到的話 按著它丟過來 這樣也可以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就讓它降低尺寸一下好了 比它不會那麼大 好 進來了 繼續 欸 重點來了 請問 要多大 就是要跟麵包一樣大 對不對 所以 先看一下 麵包多大 346 346.4 所以我們來這邊 找它的時候呢 就告訴他 我這個材質 是346.4 那我就找到這裡 丟過來 346.4 一樣齁 我就把它放在實驗區齁 346.4 OK 這樣你覺得麵包會變得可以吃了嗎 有沒有覺得麵包比較可口一點喔 啊你有沒有了解喔 所以其實模型就是這麼好玩 你有對到材質 光有模型 就好像我們那個石膏的那個模型一樣 你必須要有適當的材質 適當的材質 適當的材質 如果買那麼大 要吃非常非常多錢 所以 當然你可以在這邊 就自己再去調整一下它的大量 只要把等比例弄好就好 60公分的大蒜麵包就算很大 把它擺到桌子上來 對不對 但是呢 懸空高度不夠 所以把它拉上來一點 OK 你看 這樣擺進來 也是超級大麵包 這樣會了嗎 等一下呢 我們再去找找網路上的 網路上的 有更多的模型等待你去找 OK